2019 美国跆拳道公开赛今天落幕,由于大会搞乌龙,在第八场地上方悬挂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,遭中国代表队强力抗议后撤下,事后美国跆拳道协会也发文来台致歉。 美国公开赛今年在拉斯维加斯举办,雅加达,去港亚运跆拳道国手刘威廷在男子80公斤量及勇夺金牌,而品势精灵李婕渝则在品势女单与女团囊扩双金。 这次比赛共有14个场地,发生问题的是第八场地。 比赛场地上方都挂有各参赛国的国旗,台湾应受限于1981年洛桑协议,所有正式国际赛只能悬挂五环梅花会旗,由于大会工作人员搞乌龙,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,引来中国队抗议。 比赛也因中国队的抗议而暂停,大会最后决定撤下第八场地上方悬挂的六面各国国旗,比赛才得以继续进行。 抗议事件落幕后,美国台拳道协会秘书常华瑞克,J. Warwick,也来含中华民国台拳道协会致歉,强调对中华对和协会造成的不舒服,表达诚挚的道歉,也认为这次是一起不幸的意外,保证未来不会再发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